面对世界各地的许中兄弟姐妹的饥饿 尤其现在疫情底下 这种情况底下 各种类型饥饿的呐喊 我们不能隔墙观望 倘若无事 所以主内的弟兄姐妹 你要活出你的信仰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随着新冠疫情严峻 到最近目前自发性的白旗的运动 或是食物银行等救济的运动呢 让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读经来反省 更是可以提供我们信仰品质的检验 在读经中 我们看到二里手用二十个饼 养活了一百个人 但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呢 这种对比是巨大的 耶稣喂养了五千人 可能他喂养了两万人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男人就有五千了 还没有加上女人还有孩子 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神迹 也是一个包含了许多教训的比喻 是关于耶稣基督通过他那不充足的门徒 来满足世界的巨大需求 他们所剩下的呢 虽然不够供给众人所需用的 却把所剩的一点点给了主 主耶稣呢 祝福和感谢 这是四部福音当中 唯一记载的一个神迹 其他三部福音只找不到的 它显示了奇迹的重要性 并确保我们不会忘记 在我们交付给天主的每一件小事情上呢 天主能做多少事 在喂养五千人之后呢 耶稣就说 祂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并把祂的生命给了世界 在路加 这个落望福音第六章 三十二节到五十八节 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 因此这也是一个指向救赎的神迹 落望福音 在最后的时候 二十章的时候 三十一节这么写到 写这个神迹 他说 是为叫你们信耶稣 是墨西亚 天主子 并使你们信的人 赖他的名 获得生命 说到这里 我不晓得各位 听了这一段话以后 你听了这个神迹 你也听了很多遍 不知道 耶稣基督 这位墨西亚 天主子 有没有让你 获得新的生命呢 如往福音第六章 第二节 就说到 今天的福音里面提到 大批群众 因为看见 他在患病者身上 所行的神迹 都跟随着他 其实啊 这些人跟随着耶稣 他们不是跟随耶稣 因为他们认为 他是天主子 可以把他们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那有些人呢 紧着迷在耶稣的神迹上 只是看耶稣的神迹而已 还有一些人呢 是寻求神迹来治愈 他们自己 或是他们所心爱的人 他们跟随耶稣的原因 往往是错误和肤浅的 你是不是如此的呢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 耶稣基督按人们 小小的给予 去成就伟大的事物 所以今天我有四点 要跟各位分享 第一 天主给予丰富的 富足的 abundance 英文说abundance 给予富足的 我们今天不仅听到了 喂养福音当中 还听到了圣语 包括读经医也是这么说的 他们就把人吃后 所剩下的五个大麦饼的碎块 收集起来 装满了十二框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种感觉 在某种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饥饿 不仅仅是对食物的渴望 我们渴望爱 我们渴望怜悯 渴望宽恕 我们甚至渴望意义 还有目的 渴望我们生命当中的目标 我们也渴望尊严 我们更渴望被别人尊重 神父给你看的这个图 这一棵树 爱心的树呢 表达了我们所渴望的一切 为了克服这一点呢 我们必须信赖天主 祂会恩赐我们 不仅仅是那最低的生存所需 而是富足的 我们需要敞开心扉和手掌 来到天主面前 勇敢地向祂求 福音前荒乎词里面提到 你们求天主必给 你敲天主必开 我们看到天主教慈善机构 都是在天主的旨意下生活的 相信天主的恩赐和给予 最近我们的教会 天主教会也配合这些救援活动 跟慈祭一起给予救助 在经费上的资助 有些天主教的机构呢 每个月呢 都有人来捐款 当然这已经足够 有的甚至更多 我们也可以看看 浪子回头的例子 他只想让他的父亲 把他当作仆人 但是那个父亲 却用盛大的庆祝来表达 对他的爱 张开他的手 拥抱他回来 当我们带着痛悔的心 来到天主面前的时候呢 天主就是这样的 无条件地接纳我们 第二点 我们要把耶稣 介绍给身边的人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门徒安德勒 经常带人到耶稣面前 那他今天要把小孩 和他所带的这个午餐呢 介绍给耶稣 安德勒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们有想过吗 他的朋友 他的其他的同伴 不会因为他 暗示这个小孩 能够可以帮忙 而嘲笑他吗 或者 他认为 耶稣会把这一小小的食物 变成人人都能吃的 安德勒冒了这个险 但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迹 我们今天就看到了 五饼二鱼的事迹 这个小男孩肯定是成为当天的英雄 因为耶稣以他的食物行了神迹 所以 如果你把耶稣介绍给身边的人 他们会一直感激你的 第三点 勇敢和慷慨的奉献你所有的 那个小孩他没有说 这是我的午餐 我不要跟你分享 我问你自己去找你的 这个今天够我吃的就够了 不 他给了耶稣 把他仅有的全部都给了 而耶稣却给了他五千倍 让这五千人吃饱 且还有剩余的 慈善 是我们信仰的重要支柱之一 当你付出你的时间 你的爱 你的技能 甚至你的财富的时候 看看会发生什么 天主会 把你所奉献的呢 来完成一些惊人的事件 奉献的越多 天主的恩赐 也更是富足的 也让你意想不到 主内的弟兄姐妹 有很多教友 在堂区里面服务的时候 就说 我就奉献这么多 再多一点都不要了 够了 但是如果你们看那个小孩子 他是了不起的孩子 极勇敢的孩子 他跟心里这么说 我有这一个 如果你用得上的话 我就拿出来 让你尽管去用 这也让我们想到了 这份勇气 这份勇气 福音当中 众人都吃饱了 耶稣注意到 人的基本需求 这是最具体的事实 耶稣不仅提供 祂的圣言 祂的生命 祂也恩赐食物 照顾人的肉身 作为基督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在他的作为面前 我们不能装作什么 也没有看到 事实上 只有倾听众人 最简单的要求 置身于他们的具体生活 和处境的当中 我们所谈论的那些 更高的价值 才能得到聆听 因此 福音邀请我们每位 成为乐于 和情于奉献的人 就如那拿着 五个饼和两条鱼的 那孩子那样说 我拿出这些 然后你看着办 面对世界各地的 许中兄弟姐妹的饥饿 尤其现在疫情底下 这种情况底下 各种类型饥饿的呐喊 我们不能隔墙观望 倘若无视 这是对我们信仰品质的 最好的检验 因此 我们本堂 也在这个疫情严峻的 情况当中 也启动了社区牧民活动 就是设立了食品资源站 协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和家庭 最后一点 第四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也要常常被提醒的 不要浪费与糟蹋食物 福音最后提到 众人把人 吃后所剩下的 五个大麦饼的碎块 收集起来 装满了十二筐 免得糟蹋了 所以我们不该浪费食物 今天的读经二 为读经一和福音 做了一个很棒的总结 也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 务必与我们所宠造的相辅 在同一个天主内达到合一 所以主内的弟兄姐妹 你要活出你的信仰 以天主赐给你的美好事物 为喜悦 把耶稣介绍给别人 勇敢慷慨奉献你所有的 并善用而不浪费 天主的恩赐与祝福 天主把很少的奉献 化成天主满满的祝福与恩赐 天主给的祝福与恩赐 确实是非常足够的 而且还胜于 最后我愿意用这一首歌 五秉二语的歌曲 你们可以看这个中文字幕 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 多少可以反省 我现在目前所处的信仰的态度 而我能够在这份信仰当中 如何的更实际的活出这份爱 把我有的奉献交托给天主 阿们 A little boy of 13 was on his way to school he heard a crowd of people laughing and he went to take a look Thousands were listening to the stories of one man he spoke with such wisdom even the kids could understand the hours passed so quickly the day turned into night everyone was hungry but there was no food inside the boy looked in his lunchbox at the little that he had he wasn't sure what good to do there were thousands to be fed but he saw the twinkling eyes of Jesus the kindness in his smile and the boy cried out with the trust of a child he said take my five loaves and two fishes do with it as you will I surrender take my fears and my inhibitions all my burdens all my burdens my ambitions you can use it all to feed them all I often think about that boy when I'm feeling small and I worry that the work I do means nothing at all but every single tear but every single tear I cry is a diamond in his hands and every door that slams in my face I will offer a bint prayer so I'll give you every breath that I have oh lord you can work miracles all you need is my amen so take my five loaves and two fishes do with it as you will do with it as you will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take my fears and my inefficience all my burdens my ambitions you can use it all I hope it's not too small I trust in you I trust in you I trust in you So take my five loaves and two fishes do with it as you will do with it as you will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take my fears and my inefficience all my burdens my ambitions all my burdens my ambitions you can use it all you can use it all no gift is too small Zither Harp Zither Harp